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澳洲200最终是下跌两个点 收盘收在5295点 中国方面昨天是中秋节之后第一天复盘交易 表现相对还是不错 上证指数上涨了0.8% 深圳方面上涨0.9% 但是总体上来说 上证指数依然是在目前3000点至3100点之间来回 变化依然不是很大 这个价格也在过去的两个月被反复测试 那么欧美方面昨天欧洲股市相对还是走势非常不错的 在上周五的时候 由于德国银行暴跌 拖累了欧洲股市 那么在昨天 欧洲主要的银行股有大幅度的反弹 同时这样也带动了主要三个国家 就是包括了英国 法国 德国的股市上涨 其中德国方面由于昨天德意志银行继续下跌 导致有一些拖累 最终仅仅上涨0.9% 英国和法国分别是上涨 大约是1.5%左右 那么在美国方面三大指数几乎是原地踏步和周五的价格是保持一样 下跌幅度也都控制在0.1%至0.2%之间 那么在大宗商品上 原油价格昨天保持了轻微的上涨 但目前依然是在低位43.3美元左右 黄金价格也处在1320美元之下 也是在过去的三个月的低点附近 那么今天早上澳洲联储也是刚刚发布了最新一次的货币纪要声明 那么在声明的内容里面并没有超出市场的预测范围 只是再次强调澳洲央行对于澳元如果过高 表示出了相应的一些担忧 那么根据之前的指示 澳洲央行是希望的澳元对美元的汇率能够稳定在0.70到0.75之间 那么在今天我们这个热门话题里面呢 赵正说一下的呢 就是关于这个美联储加息与我们生活之间的关系 换句话说就是你的思维其实呢 能够决定你的生活 那么本周最大的金融事件毫无疑问就是美联储在周三晚上即将召开的这个利率会议 那么在这一次的会议上呢 美联储就会要决定 这个我们说到的老生常谈的问题 就是要不要开始加息 那么关于这个老话题呢 可能大家已经从我们不同的节目里面和文章中看了不下一百遍了 相信大部分人想到的第一想法呢 就是这美国的加息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比如说我又没有投资美国的股票 也没有投资美元或者澳元 更没有买入黄金 那么应该说美国离我这么远 它加不加息 对我的生活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那如果你的想法是这样的话呢 在这里今天的节目里面呢 我就跟大家简单的来分析一下 或者说来纠正一下你这样的想法 那么可以说呢 美国美联储一旦加息 和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应该有间接的或者直接的影响 即使你没有购买美国的股票 即使你没有投资澳元外汇或者是美元 或者说你没有买入黄金 但是只要你是在工作 不论你是在中国还是在澳洲 拿什么样的货币 最终都会受到美国加息的影响 那大家可能要问 美国真的有这么厉害 它一动可以影响到全世界 那不幸的是呢 答案就是美国的确可以这么厉害 美元一旦加息呢 就意味着美国市场上的流动性 资金的流动性将会减少 换来的就是美元价值的上升 以及美国股市的下跌 或者准确地说是美国股市短期的下跌 那么美元上涨呢 也意味着其他与美元相比的较大货币 比如说欧元 比如说澳元 就会相应的下跌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不但会影响到澳洲央行 决定未来是否要加息 加几次息 同时呢 也会影响到我们比如说生活在国外的朋友们 平时的开车加油的油钱 去商店里买东西 特别是进口产品的价格 以及呢 一切与美元相关的产品 那如果你生活在中国可能想 那我生活在中国可能就不需要了吧 没错 虽然你生活在中国 但是呢 我们知道美元的升值 将会带动着人民币的间接被动升值 由于人民币和美元目前依然是处于一个挂钩的关系 那么所以说 如果美元升值之后 中国将面临再次一个棘手的问题 就是人民币到底要不要再次贬值 如果不贬值 那么它和美元的汇率虽然是可以保持一致 但是对其他货币 比如说欧元 比如说澳元 比如说其他出口国家的那些日元 就会相应的升值 那么这对于本身就靠着非常薄利多销的出口业来说 人民币的升值就意味着利润的减少 所以说美元的升值呢 在中国你一样会受到它的影响 所以说我们综合来说 美国在周三晚上要不要加息 或者说它发出来的言论什么时候再开始加息 都影响着全世界的金融市场 那当然了 可能生活在国外大部分当地人呢 都不知道这个事 更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叫做美联储的机构 那么在看这篇评论或者在听现在这个广播的你 你是想做一个无忧无虑 活一天是一天的快乐之人呢 还是希望做一名有忧患意识 懂得比别人领先一步 作为一个聪明的投资者 那么大家呢 其实对于这一点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如果你向往的是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 你完全可以选择不再接触 不再听我们说的这些金融知识 当然了 如果你想领先一步 做到投资能够尽量的提高你的胜率 那么我还是希望呢 大家最终需要掌握更多的金融知识 相信大家心里呢 有了自己的答案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单个产品 首先来看一下澳洲的股市方面 澳洲指数呢 在过去的24小时的走势 几乎就是一个山寨了周一的走势 应该说是上上下下的范围 依然是没有超过上周周末的价格 因此我们的挂单目前呢 也依然是按照这个范围来看 具体呢就到5315的价格 我们可以在冲上之后挂单买入 同时如果向下跌 跌破了5262之后呢 我们同样也可以挂单卖出 那么澳元兑美元呢 也是在澳元兑美元相对来说 从昨天终于是爬上了 过去10天以来 没有爬上的一小时通道线 这也是9月份自9月9号以来呢 第一次出现一个 一小时通道的短期上涨信号 那毫无疑问的是 我们的最佳入场点呢 我之前说到通常保守一些 上了通道线三个柱子之后 三个图形三个这个柱状图不跌破 我们可以考虑进场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策略 昨天的进场价格大约 就是在0.7530左右 之后呢 澳元最高是冲高到了0.7570 有40点的盈利价格 大约这个价格 就是在9月13日的最高点 那么在第一次冲击 这个最高点没有成功之后 现在澳元呢 进行短期的回撤 但依然是维持在了 一小时的通道线之上 所以今天来看 我们呢 总体的买入挂单 就是以上上一个 头的这个9月13日的高点为主 选择呢 可以在0.7570的价格挂单买入 那至于下方的卖出单 我们则选择在跌破了一小时通道线之后 预留5到10个点的距离 我本人会选择在0.7515的价格挂单买出 再来看一下石油方面 那美国油呢 目前整体上一个趋势 就是一个中期的下跌趋势 从目前的一小时图上来看 每一次下跌的高点 都是低于了过去一次反弹的高点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目前我们唯一可以看到的呢 就是8月底的最低价 也大约是43块3毛钱 一旦这个价格被打破 那么原油将会继续开始新的一轮下跌 因此我们今天可以考虑的价格 就设定在43块3毛钱跌破之后 我们预留一毛钱的余地 在43块2毛钱的价格挂单卖出 以及呢 我们把买入单设定在9月15日的 上一次反弹的高点 也就是在44块9毛钱以上 留一毛到两毛的余地 可以在45块钱的价格呢 挂单买入 再来看一下现货黄金 那黄金价格呢 目前呢 基本上就是在1330以下 处在一个三个月的低点附近徘徊 现在并没有产生任何反弹的迹象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要很小心 它万一跌破了之前的1304的低点 那很有可能将会朝着1300以下去运行 那么在目前短期来说 我们对于黄金 可以保守一些呢 在从上了一小时通道线之上 大约是在1320.5毛钱的价格挂单买入 如果你预留0.3的余地 大约就是1320.8挂单买入 那么在卖出方面呢 我们考虑的是跌破了1312之后 再次挂单卖出 你可以预留大约5毛钱的余地 也就是在1311.5的价格呢 挂单卖出 但是呢 如果你以这个价格卖出 第一目标则为1307左右 如果你完全保守的话 当然了就是以1300心理价格为借 跌破了1300 黄金呢才有可能会有大幅的下跌 那么最后呢 投资者今天需要关注的事件 在早上的11点30分 澳洲央行已经公布了 最近一次这个利率会议的这个记要声明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超出预计的消息 之后到了晚上10点30分 美国会发布他们的新屋批准的概件数 以及到了凌晨2点50分的时候呢 加拿大央行的行长将会发表讲话 也就是说今天晚上呢 对于美国股市或者说美元以及家园来说 会有较大的波动 希望各位投资者呢 要引起重视 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